一早9點20分 衛福部長薛瑞源抵達行政院 驅車前來的 還有經濟部長王美花 外交部長吳釗燮等人 各部會首長齊聚 全是為了每週四例行的行政院會 但這天的氣氛很不一樣 這也是蘇貞昌任內 最後一次以院長身分來主持院會 因為最快13號 他就會率領內閣總辭 週五總預算案完成三讀 一旦立法院會期結束 就會對外宣布這項消息 這也代表蘇貞昌將近四年的 隔魁任期即將畫下句點 12號一早7點半 蘇魁如常到行政院上班 秋秋秋的性格 從2019年1月14號上任至今 始終如一 有政府會做事的精神 就交給下一階段的行政團隊 繼續打拼 傳出接任隔魁人選 以鎖定陳建仁打擋副隔魁人選 鄭文燦 林嘉隆接任總統副秘書長 前基隆市長林又昌 擔任交通部長 身為五星級市長的前屏東縣長潘孟安 則有望接掌內政部 這些過去在地方上的執政的成績 確實是可以把中央注入新的活水 陳建仁低調回應自己是學者 非政治人物 不用談到接任隔魁的意願 但除了行政團隊要調整 同而競選民進黨主席的賴清德 就任之後 黨務人士包括代理秘書長林賀明 副秘書長林非凡都將離任 民進黨要走出敗選陰霾 人士大班封就看能否回應 順民期待 敬秘書長林日成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